一部手机也能拍出武侠片哦 今天我们就在这条小石头上面拍一条武侠大片 你飞下来呀 哎呦我你妈 第一步我们先拍摄人物的一个全景 我们让他呢就这样站在这 你看这个风吹动这个衣服这种感觉 非常的飘逸啊 那我们这时候呢就打开这个0.5倍的广角镜头 低角度的往前推一个 对这样的感觉非常好看啊 来三二一走一个 对慢慢的往前推 漂亮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拍一个演员 独自一个人坐在这里 眼睛闭上在那思考人生一样 我们拍一个全景 我们就来把这个海平面给带进去 拍人物的一个全景 来走开始 漂亮啊 那这个镜头拍完之后我们再拍人物的一个静景啊 静景 来这样这样拍 走一个 好看啊 那这个镜头拍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拍一个一个大绝招啊 大绝招就来了 那么靠近一点嘛 你过来啊 一个三倍的长焦啊 我们做一个推镜头 这个镜头往前推的时候 让演员的眼睛瞬间睁开 看着我们的镜头 好准备 三二一开始 来睁眼 对凶一点 哎 哇塞 对就这样感觉 下面呢 我们就拍摄演员的一个武打动作啊 我们怎么拍呢 先拍他的一个全景啊 对于一个不会武术的人 我们如何截取这样的画面呢 来 看我是如何调度的啊 准备 三二一开始走 往前炸 对啊 你的右面也有人扎 扎他 哎 好 反过来扎我 扎我 使劲扎 哎呀 还起来 对了 很好 哎 那这样的镜头拍完之后呢 我们再拍他一个 吊长焦再来拍 拍一些特写 让他这样扎的时候啊 画面 画面剪的时候 动作幅度很大 但是呢 他具体 用的是什么招式 我们看不出来 感觉就很专业 感觉就是一个武林高手 好 来继续走 我们 对 再扎一边啊 我现在呢 我现在掉一个长焦 三倍的长焦 好 准备 三二一开始走 扎 往前炸 好 对 往你的右边呢 扎 使劲扎 哎 往我这边扎 扎我 哎呀 哇 哎呀 好凶猛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拍他一个 用脚这样 甩一个的啊 这种镜头如何拍出有张力呢 我们这时候需要打开这个0.5倍的广角镜头 角度低一点 啊 来 甩一个脚啊 好 三 二 一 走 漂亮 哎呀 这个画面太有张力了啊 那下一步呢 我们再拍一个什么呢 拍一个 自 演员自身在着转动的啊 转起来 这个转起来呢 我们拍一个 呃 做一个开放式构图 仍然用长焦 因为它具体转起来干嘛的 我们看不出来 没关系 当你都会转的时候 一转这个剑是这样子转的啊 对对对 会不会 啊 就这感觉了 走一个 三 二 一走 你跳 稍微跳高一点 来跳 跳起来 然后转一圈 好吧 二 三 二 一跳 漂亮 好好好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拍摄演员 这种飞烟走壁的 这种呢 我们看看是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 做起来的啊 好 那等会儿呢 你就站在原地 好吧 你把剑放到后面去 我说你这样跳 然后你就跳 好 来 我们先把这里角度 找好 啊 我们把画面背景 构置得非常的简洁 好 拍摄人物的全景 准备 三 二 一 跳 来 连续跳两下 好吧 三 二 一 跳 再跳 哎 很好 那刚刚的跳完之后 我们让演员在这个位置再跳一遍 那连续跳两下好吧 那三 二 一开始跳 再跳 哎呀 很好 那跳完这个画面之后呢 我们让演员来一个脚跨过去了啊 你等会儿你就这样 我还开始你就这样 哎 一下跨过去好吧 啊 那我们来拍一个 这时候呢 如何拍摄 我们打开这个零点五倍的广角镜头 低角度的仰拍啊 避开后背景砸乱的东西啊 啊 OK 走一个三 二 一走 漂亮 啊 这个镜头拍完之后 我们再让他再跳一遍 我们调个长焦 再来一个啊 准备 好 三 二 一 跳 好看 OK 那我们为了体现这个 我们的主角武功盖世啊 我们就拍一些 他这种轻功啊 怎么拍呢 我们直接拍他的脚 奔跑就行了啊 我们调个长焦 拍特写 好吧 怎么样 那我们做一个 移动镜头啊 三 水平移动啊 三 二 一开始跑 OK 好 好 整个的拍摄我们就已经结束了 直接看正品 问世界情绪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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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